通过刚才的心理咨询 我发现你们的归因 给你了很大的伤害 我很爱顾凌晨 你知道的 那顾凌晨和别人纠缠不休的时候 他在乎过你吗 你知不知道 你已经有了很严重的抑郁倾向 月妍 我后来自己考虑考虑吧 所以伤不好了 二十三号床上病患又发病了 潮流要见你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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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 你冷静 你接着说你爬上连绳窗 连尿不要连 你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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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以为连绳取了你 你就能带着我再看 你休息 你休息啊 你休息啊 苏语 你承诺会好好照顾雅兴的 为什么她又发病 顾凌晨 我对韩雅兴和对别的病患一样复合 我问心无愧 少给我庄样子 要不是当初你玩手段爬上我的床 我和雅兴会变成这样 顾凌晨 你一定要这样羞辱我吗 给我好好照顾雅兴 她之所以变成精气这样 是拜你所赐 拜你所赐 别以为凌晨取了你 你就能代替我在凌晨心里的位置 你休息啊 你休息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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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野 韩雅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打你了 要是再这样下去 让她转院吧 算了 她的狂躁症本来就很容易情绪失控 收起你泛滥的爱心吧 过凌晨一来医院我就告诉她你受伤了 可她直接去了韩雅兴的病房 真不知道她是谁的丈夫 别傻了 你今天迟到了 我刚才在别的准事 那就是矿工了 你这种工作态度 怎么对病人负责 请你自重我不吃这套 赵木婷 别再乱穿我的白大褂 我只是喜欢你身上的味道 味道 这样让我感觉到很安心 你乖乖回病房吃药 我等一下寻房就来看你 好吗 来 走了走了走了 凌晨 我老公又给我打电话了 他还威胁我 别怕 他有家暴行为 我一定会为你打赢这场离婚官司 凌晨 还好有你陪在我身边 放心 我会保护你一辈子 小心一点 谢谢你 脸色很难看 没事吧 头很阴 感觉有点脑震荡 你呢 你最近状态怎么样 他出来的多吗 换了另外一种药以后 有所好转 这具身体有我掌控的时间比较长 张慕婷 坚持治疗 我相信你一定会变好的 我也相信你 一定能治好我的 既然请了假 就在家好好休息 还好只是轻微脑震荡 吓死我了 别担心 我休息两天就好了 让顾凌晨回家照顾你吧 他 应该不会愿意吧 他回来了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林诚 雅馨 今天早上我们说好了 只是出来透透气 我们不能这样 林诚 我好想你啊 你就不能多陪陪我吗 林诚 今天我们就把刺激贯彻到底 怎么样 苏语 你怎么会在家 我不应该在家 破坏你们的好事 对吗 林诚 我害怕苏医生 没事 我送你回医院 他是病人 你怎么能随意带出来 雅馨不是病人 在我看来 你好像更不正常 赵木晴 你这是做什么 苏医生 你休息的这几天 我已经明确了心意 我喜欢你 可以做我女朋友吗 赵木晴 可是我已经结婚了 我能感受到你这段婚姻不幸福 能给我个机会吗 你们在干什么 苏语言 我们才结婚两个月 你这么快 就勾搭上别的男人了 顾林诚 我是医生 他是我的病人 我和你不一样 我提醒你一句 你要是敢婚内出轨 我会让你身败武裂 亦无所有 给我回去 你跟那个男的到底什么关系 你该不会即可到连自己的病患都放过吧 顾林诚 我和他只是单纯的医患关系 别乱说 单纯的医患关系会跟你求爱 别把人当傻 我好心提醒你一下 你是有父之父 顾林诚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你要这么折磨我 苏语言 我是在教你认清自己的身份 你明明不爱我 为什么不能犯过我 你在委屈什么 用尽手段想要嫁给我 我早就应该想到有这一天 苏语言 你只能给我受着 听护士说你找我 哪里不舒服 苏语言 听说有个精神病跟你求爱了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先是设计爬上凌晨的床 现在连自己的病人都不放过 你真就这么缺男人 不要以己夺人 难道是 苏语言 你又勾引凌晨了 你把我说清楚 凌晨 你娶我吧 不然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赵木亭 你又做什么 你就为了那样一个男人拒绝我 苏语言 明明他看起来那么讨厌 你你能不能先冷静下来听我说 你先说说看 我们没那个缘分 赵木亭 我已经结婚了 结了婚就不行了 那为什么你老公可以跟别人老婆纠缠呢 既然他可以这样对你 我是不是也可以啊 苏医生 在指示吗 苏医生 苏医生 顾凌晨 预言出事了 你是不是该尽到丈夫的义务来看看 我今天有个很重要的官司要打 没时间管他的死祸 顾凌晨 简直不是人你 爱心 刚刚赵木亭又犯病了 你直接被吓晕了 现在感觉身体怎么样 没事 谢谢你 预言 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趁早从这段婚宴里解脱吧 我 苏医生 你终于来了 身体又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我是想跟你分享好消息的 你还不知道吧 凌晨今天帮我打赢了离婚官司 这个戒指 这个戒指 跟你没关系 原来我受伤躺在病床上的那一切 凌晨他在配喊牙戏 那恭喜你了 凌晨已经向我求婚了 等我们结婚的时候 你一定要来哦 凌晨 一眼 就算你当年爬上顾灵城的床又怎么样 是我的 早晚都是我的 韩雅馨 你真的喜欢顾灵城吗 在我看来 你不过是把它当作利用品和炫耀的工具 像你这样 我觉得那么好 如果你真的想要运工 就不要把顾灵城只当作水 我说 顾灵城 我有话想跟你说 怎么了 顾灵城 我们之间就不能好好沟通吗 你配吗 你不要用那晚的事情来定义我的人品 那天是我父母的忌语 我也喝醉了 不知道会跟你发生关系 苏玉言 你装得真像啊 无论你信与不信 我嫁给你没有任何目的 要不是我之前看过你手机 知道你在和我结婚之前 就暗中调查 我差点就信你 不是续谋依旧 难不成 还是你爱我 我知道我们的婚姻 从始至终只有互相折磨 我们离婚吧 怎么 搭上了赵氏集团的公子哥 就想帮我甩 果然我没看错呀 苏玉言 我看到这种人物就恶心 苏玉言 你看到这种人物就恶心 哎苏玉言 你要是害怕就站在门口吧 我今天是过来跟你道歉的 没关系 我知道你当时是发病了 感觉好一些吗 苏医生 抱歉伤害你 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 真的很后悔 我是精神科医生 选择这个专业 就能理解你们情绪 也不由自己控制 苏医生 虽然我发病了 但我的心意是真的 赵木琴 我 苏玉言 你果然是因为搭上赵公子 才想跟我离婚的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你不要欺负他 否则我不会放过你的 苏玉言 你勾引男人还真有一套 让赵公子 这么护真 你不要再刺激他了 我知道 他不能受刺激 难得你这么拼 为了钱 连病人都下的缺失 顾凌晨 你够了 谁允许你这样跟苏医生说话的 我们让他走好不好 我们以后都不会再和他见面了 玉言 苏大夫已经怀孕六周了 现在有流产的迹象 建议你们住院保胎 那孩子保得住吗 这跟他的体质和情绪有关 我看了一下他之前的病例 他有抑郁倾向 雅馨 对不起 离婚的事 我要再考虑一下 为什么 你说过你会照顾我一辈子的 你要是放不下苏玉言 那我怎么办 因为他怀孕了 我 我没办法提出离婚 韩雅馨 你想干什么 没什么 就是想找你聊聊 作为我的主治医师 难道你不应该多和病人沟通沟通吗 你想说什么 我知道 就因为你来肚子里的孩子 我和凌晨的婚期要延迟了 苏玉言 这该不会是你计划好的吧 雅馨 你冷静一点 你不要冲动 不要乱来 我告诉你 既然你不让我好过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 你刚懒足了 你给我 雅馨 你干什么 凌晨哥 他又来欺负我 我好怕 你快帮我报警 快 不是的 凌晨 我没有 不是我 你好 这里有人故意持人伤人 你给我在这待好了 我一定会放过你的 走 病人身上伤痕交错 有一周前的 也有一周后的 一周以内 他一直在这里住院 怎么会受这么多伤 这个 我不太清楚 病人醒了 你自己问问他吧 我来 雅馨 你身上那些伤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 所以是 他觉得是我抢走了你 我是冤枉的 我是冤枉的 苏玉言 没有医德 故意才害病 帮我把他送到警局 顾林成 你要相信我 他也想伤害我们的孩子 我是正刀防卫 把话留给警察说吧 带他走 顾林成 顾林成 你要相信我 顾林成 你会后悔的 你会后悔的 苏玉言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 咱们法边再见 苏玉言 涉嫌故意伤害他人 虐待罪 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顾林成 你满意了 苏玉言 你会落成今天的下场 都是你一样的 你说的没错 是我自作自受 我还以为 你会是我的救赎 可你却把我的人生 毁得一塌糊涂 顾林成 其实最应该得到惩罚的是你 是你 亲手杀害了我的孩子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就是遇见了 自由的感觉 好吗 顾林成 以后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 你以为我是来接你的 赵木亭用手段把你放出来 我也会再把你送进去 直到熟悉你的罪孽为止 抱歉 是我来晚了 我们走吧 谢谢你 在里面我没受人欺负 还能减刑提前出狱 苏玉言 是我该谢谢你 是你让我情况好转起来 才能这么快出院的 可是 我后来根本没有参与你的治疗啊 爱情是最好的心理医生 抱歉 我已经没有爱人的能力了 如果我能早点知道 说不定不会让你在监狱 伤到那么多苦的 孩子 或许也能保住 没关系 我和林晨的这个情况 这个孩子不来也好 苏女士 您的确很优秀 但是您有案底 而且是虐待病患 这么严重的情节 很抱歉 我们医院不能接受 欲言 你出来了 昨天刚出来 是不是没拿我当朋友 怎么也不跟我说 不是的爱心 这两天都是工作日 我想你应该很忙 不想你分心 给你接风洗尘最重要 咱们找个地方聚聚 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 欲言 以后遇到困难 多跟我说好吗 我会全力帮助你的 以后我不会再从事这个行业了 今天去面试 情况很不好 读书的时候 女人长得漂亮 又优秀出彩 那该死的古灵城 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难道你不应该 好好感谢我一番吗 古灵城 你毁了欲言的人生 还有脸说这种话 你个渣男 算了爱心 没必要跟他置气 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他 爷 不提这个渣子影响心情了 我朋友的私人心理证所正在招人 只是 有个前提 我需要跟你说一下 你说 我朋友的心理准寫对面 刚好就是慕灵城 一宋 面试还是要参加的 爱心 谢谢你 东女士 你有过虐待病患的前科 所以很抱歉 没关系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拒绝了 我们这里或许还有一份工作适合你 请问是什么职位 我们还缺一个咨询师助理的岗位 但以你的能力来说 的确是驱财了 不好意思 我再考虑一下 要是在这里工作 以后避免不了要和顾灵城打招吗 苏女士 好不容易能有地方想要录取你 我劝你还是早点接受 免得到时候自讨苦吃 难道是你 要不是我让他们给你个岗位 忽然你这种人 连在这里安保街都不配 古灵城 我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都是拜你所赐 苏玉言 少给我头上扣帽子 你会落得今天的下场 都是你咎由自取 苏女士您 什么时候可以入职 随时可以 古灵城 绝对不会让你成为我一辈子的阴影 因为我配 苏玉言 韩雅兴 你这个贱女人出狱了还不老实 居然感觉到这里来勾引凌城 那不是新来的那个吗 就是坐个牢那个 我叫说 她学历这么高 还在医院当过精神科主治医生 为什么愿意来咱们这里当个咨询师助理 听说今天来老师的那个女人说 她曾经是苏玉言的病患 然后抢她男朋友 而且还故意虐待她 所以才进去的 人士呢 为什么招这种道德败坏的人进来 我要换助理 你这种道德败坏的人进来 你干什么 这是我女朋友 你是谁啊 滚 别等我把你送到警局 苏玉言 你清醒一点 告诉我你家住哪 你走 就算是做梦 我也不想看见你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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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走 都不会保护我一辈子的 胡说八道 古灵城 你说会一辈子保护小亚大 但最后 是你毁了我 古灵城 你这是耍流氓 我要告你 昨晚你差点被流氓带走 还是我救了你 公司楼下有监控 你凭什么告我 那你也没有资格 把我带回你的家里 还让我睡在你的床上 你本来是睡沙发的 昨晚被你弄脏了 今早请保洁打扫过 非用你借 你昨天花的酒缝还不仅于此 看来这么多年 还是没学好 小羊吧 这些钱应该够支付宝洁的费用吗 我先走了 你是不打算去上班了 拜你所赐 现在到哪里都不会要我 结婚前我们做过财产公正 据我所提 你的存款和房贷 好像不允许你继续做业业 我可以帮你保住这份工作 也可以不再追溯 前提是 你必须在媒体面前 公开向亚新道歉 顾林长 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永远不会道歉 既然你这么不自私 那就悉听尊便 苏语言能继续在你们公司工作吗 你顾林长开口了 我当然要给你这个面子 苏语言你怎么还没来上班 那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遇到点事情 我马上到 他怎么还有你回来上单 公司不开除他 那就别怪我 苏语言把这份便利送给罗医生 苏语言下去拿外卖 苏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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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自作孽不可活 我就算自作孽不可活 也比一个总为人利用的瞎子强 你什么意思 顾大律师 别发人了 呼 你什么意思 外面有人吗 你在干什么 是谁把门堵了 开门啊 有人吗 开门 有人吗 顾凌成 利用关系玩这种职场霸凌的手段 真无耻 苏玉言 应该清楚 从小到大我就没白挨过打 顾凌成 你带我回来到底要干什么 我好心放你出来 结果你打伤了我 不该给我擦药吗 你对我做的这些事情 挨一巴掌还算轻的 是吗 你在这儿继续试试 给我擦药 不然我不会让你走出车 你们在做什么 雅兴 你怎么来了 韩雅兴 现在已经能够随意进出这里了吗 我给你做了些蛋糕 小悠给你送过来 你们这是 没事 没事 你可以走了 苏玉 凌成 苏玉 我会让你永远从凌成眼前消失 苏大夫是劳累过度 可能工作压力也比较大 注意休息 调整心态 好的 我知道了 别走 没事 我陪着你 顾凌成 你在做什么 苏玉言这个女人 也值得你对她这么好 顾凌成 你放开玉言 你来干什么 这句话该我问你才对 顾凌成 离她远点 滚 苏玉言 你好样 他们俩怎么没来上班 听说是职场霸凌 苏玉言被老板开除了 我跟你说 那个新来的苏玉言 有后台撑腰 以后你没事 别去招惹她 难道是 顾凌成在护着我 是我误会她了吗 是你在帮我吗 苏玉言 你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 也不问自己配不配 你怎么来了 玉言 我来接你下班 工作辛苦吗 工作哪有不辛苦的 习惯了就好了 玉言 如果觉得辛苦的话 你就别上门 我养你一辈子 你先放开我 玉言 我愿意娶你 我已经和家里人说了 他们说 只要我回去接手家业 他们也不反对 赵慕婷 我 你真要嫁给赵慕婷啊 顾凌成 这是我的私事 我们才刚离婚没多久 你也不用在新婚面前 这么着急 跟我撇清关系吧 前妻 玉言 我在给你筹备一场 盛大的求婚仪式 但是我现在很想跟你求婚 我知道自己有时候很危险 但我会克服一切 用尽全力去爱你 呵护你 苏玉言 赵公子这么诚恳 你现在不给他一个打破 难道还想继续耽误他吗 苏玉言 你会落得今天的下场 都是你应得的 我愿意 我愿意 昨晚我的情绪根本不由自己控制 现在要是反悔 会给赵慕婷带来很大的伤害 我该怎么办 我还以为你不会再来上班了 毕竟都已经当上赵家少奶奶了 不是吗 郭林诚 你是摔倒了吗 为什么 为什么这里这么黑 这么黑 应该是公司的电路断了 郭林诚 你怎么了 郭林诚 你怎么了 你是有幽闭恐惧症吗 郭林诚 消养吧 你怎么了 我是为了保护你 郭林诚 才被院长关小呼呼的 郭林诚 为什么连你都不来看我 郭林诚 别怕 我去找人帮忙 不要走 别怕 郭林诚 郭林诚 你别害怕 我给你唱歌听 郭林诚 你怎么会知道这首歌的 我 我 我先走了 郭林诚 你怎么样 要不要我给你倒杯热水 不用 杨新 你还记得我们两个一起在孤儿院的时候 你以为我唱的那首歌吗 我想听 那个时候年纪太小了 我早就忘了 算了 我已经缓过来了 今天我很忙 你先回去了 我已经查到当年和您同孤儿院的几个男孩子 现在就把电话号码发给你 谁啊 我是郭林诚 有件事情想问问你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是郭大律师是吧 你问吧 当年我跟你打架关禁闭的时候 韩雅兴做了什么 当年你被关了禁闭以后 想要把不知道从哪里照办的记者 想救你出来 院长就让我们列军你的罪证 想不出来就编 韩雅兴倒是还编了不少 苏妍 她人呢 下班了 凌晨 怎么这么晚还约我出来 有件事想跟你谈谈 凌晨 你今天看起来好像有点不一样 是太累了吗 韩雅兴 你究竟还要陪我多久 凌晨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所以苏语言突然离开孤儿院 是因为我 是啊 苏语言为了你搬一觉都不睡 当时他还在禁闭室外面给你唱什么 小白川 我一直那时候才知道 苏语言原来不是哑巴 林车 林车 韩雅兴 我现在看到你就恶气 你以为我这么多年对你的辅助是因为 林车 虽然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小女孩 但是我对你的感情也是真的 有多真 真的可以抛下我去国外嫁富豪 结果被家暴 过得不好就回来轻不打官司 不是的 林车 我现在只有你了 你别不管我 从今以后 我不想再看到你 林车 韩雅兴 关于苏语言虐待你的事 我会重新去查 如果是你误告 我一定不活 苏语言 你为什么要这么逼我 一切都是你逼我的 苏语言在吗 林好 请问找苏语言有什么事吗 他今天上午请假去试婚纱 下午才会过来 那我等等他吧 放开 苏语言 我们谈谈好吗 顾大律师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 有什么话请你快点说 苏语言 对不起 其实我一直以为 当年在小黑屋外 给我唱歌的是韩雅兴 而你怕受牵连 我有幽闭恐惧症 所以一直把韩雅兴 当作我的救赎 我理解你 但我不能原谅你 因为是你 毁了 玉言 关于韩雅兴 受虐待的事 我会重新去查 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给我彼此重来的机会 顾灵朝 我希望你替我翻案证明 不是基于感情 而是基于良知 我马上就要结婚了 如果你真的心怀愧疚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错了 我们真的没有可能了吗 顾灵朝 你上过那么多次法庭 就应该知道 后悔 是最没有任务的问题 玉言 你说的没错 我就是个瞎子 是个傻子 陆玉言 你抢走了我的一切 也许死 苏玉言 顾灵朝 快快点 一二零 医生 他怎么样 你放心 手术很成功 顾灵朝 我早就决定放下你重新开始 可你为什么还要这样 我正在一起 我只不吓 私 苏玉 不要走 苏玉 顾灵朝 别怕 我在 我给你唱歌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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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凌晨 从天以后 我远不见你 韩雅西涉嫌诬告陷害罪 故意伤害罪 均造成严重后果 复刑事责任六年 玉言 恭喜你 曾经往后你新生了 压在我心里的那块石头 终于卸下来了 顾律师 谢谢你替我四处搜集证据翻案 让韩雅兴得到应有的惩罚 玉言 你之所以遭了两年罪 都是败他所赐 谢他干什么 没事 不用谢我 就当我是在赎罪吧 顾凌晨 我不恨你了 曾经以后 你不会是我心里的阴影 也希望你能尽快走出来 玉言 如果能让你记得我一辈子 我宁愿你恨你 那样子怎么看起来好像不开心 说不定是为了钱才嫁的 有没有感情是装不出来的 玉言 你好美 婚礼要开始了 我们走吧 张木齐 我 玉言 你愿意做我一生的伴侣 成为我的妻子吗 我 她不愿意 她不愿意 玉言 我能看出你不爱她 所以今天 我来补还你一场婚礼 顾凌晨 你不该来的 苏玉言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我们只签订了离婚协议 没有办理离婚登记 不具有法律效力 你现在 是打算重婚吗 玉言 其实刚才在敬礼堂之前 我和顾凌晨已经描迫了 你以后还敢欺负玉言 我是不会放过你 好了 现在我把你的老婆还给你 你好好照顾 谢谢 顾夫人跟我回家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